宋太祖赵匡宁的父亲有多牛,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 历史刘老师原创,非授权言尽转载,秦皇汉武,唐宗宋祖,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四位皇帝。 其中,宋太祖赵匡宁又是四人之中,唯一一位从基层干起,最终走上权力巅峰的皇帝。 其实,不仅赵匡宁如此,他的父亲赵洪因也是这样,从最底层干起,最终成为一名骁勇善战,让敌人闻声丧胆的高级武将。 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,赵匡宁的父亲赵洪因,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军事素养,不仅为人勇梦,而且还善于骑马,射箭少骁勇,善即胜。 此时,朱温刚刚灭掉唐朝,建立后梁,以永梦自居的赵洪因,投奔到了后梁赵王王荣的麾下。 因为作战有梦,赵洪因很快就被王荣提拔为将领,不久后,王荣与朱温关系破裂,开始和另一个歌剧势力,李存聚,也就是后来的后唐唐庄宗,协为联盟。 后来,赵洪因还曾听从王荣的安排,带领五百骑兵前往黄河边上,营救,被梁军围困的李存聚。 因为救援及时,且表现非常出色,李存聚也对赵洪因相当喜欢,索性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,担任自己的禁军将领, 为荣将五百骑园唐庄宗于和尚,有功,庄宗爱妻勇,留点禁军,能够从一名普通的小将,一下子晋升为皇帝身边的禁军将领,赵洪因的命运,自此彻底得到了改变。 五代政权更迭较快,从后梁到后唐,再进入后汉,赵洪因依然成为了后汉的军事将领。 在讨伐王景的一次战斗中,赵洪因左眼不幸被乱箭射中,但他不仅没有气馁,反而被鲜血所刺激,更加的勇猛,拼命。 最终,王景被彻底击败使其左目,气离圣,奋机大败之,就这样,赵洪因再立一军功。 后州简历后,赵洪因官拜右乡都指挥,监越州防御时,不久后,赵洪因还曾经跟随州太祖多威,一起征讨淮南地区。 但首次交战,就有些出师不力,前军没有支撑多久,很快就败退了下来从征淮南,前军却。 在大多数情况下,一旦前军败退,后面的军队也会因为阵脚不稳不站而败。 所谓,兵败如山倒,你跑我也跑,说的就是肯重轻垮,然而,就在郭威还在思考着,如何解决眼前的一幕的时候,赵洪因却已经率领着自己的人马杀了上去。 对于一名武将而言,真正检验自己能力的时候,就是此时,就是此刻,顺风顺水的战斗,谁都可以取得圣地。 逆流而上,方氏英雄,经过赵洪因和部下的一阵厮杀,最终战局得到了扭转,无人大败。 周世宗柴荣在位七点,赵洪因还曾经和儿子赵匡胤,一起执掌过禁军,成为当时的美坛与太祖分点进兵,一时荣之。 赵洪因死后,后周追崩他为武亲军截度时,太尉能够在眼睛被乱剑射中的情况下,依旧奋勇杀敌,能够在大军即将溃败之际,力挽狂澜。 不得不说,赵洪因真的很牛,参考史料,送使太祖本纪。